日常在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和沈阳市复应医院专家组的共同努力下 一名新生婴儿在隔离病区顺利降生了 这也是沈阳市首个在隔离病区出生的新生儿 4月7号21点29分 医生清脆的啼哭打破隔离病房的安静 在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病区负押手术间 医生们为一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孕妇 顺利完成剖公产手术 而这个漂亮健康的女婴也被在场医护人员称呼为小天使 这是在我院隔离病区生产的第一个新生婴儿 能为患者做好服务 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保证患者和孩子的生命安全 我感到荣幸和欣慰 孕妇高女士今年31岁 怀孕已经超过35周 4月7号被检出核酸阳性 随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由于是孕晚期 市六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开通绿色通道 为高女士制定了一系列紧急治疗方案 预付入院以后我们立即对她的生命体症进行了监测 建立了境外输液通道 入院后高女士的病情很平稳 但是由于她的银前月份较大 且有人真气糖尿病 有抛股蝉使 所以我们一直在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 4月7号上午 高女士出现低热 低血糖 胎动频繁等不适症状 沈阳市复应医院医疗团队与六院专家进行会诊 决定为高女士实施抛股蝉手术 当晚高女士被推进敷压手术室 21点29分 一声响亮的啼哭响彻手术室 即便隔着面瓶和口罩 现场每个人都藏不住眼角的笑意 而此时在电话的另一头 焦急等待着的孕妇家人也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手术室外通过综合评估符合转诊条件 这个漂亮的天使被安全转运至沈阳市复应医院 小北隔离院区接受进一步的专业护理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新生命的降临总是让人充满希望与信心 小天使的到来对每一位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来说 都是巨大的国务 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沈阳市复应医院就组建了我们一个移动的复应医院团队 那么在这三年来执行了多次的手术院务 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强强联合 通力合作已经安全得到了一个保障 第一时间周宾凯 沈亦南报道